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今天的什么是Medro及如何使用网络研讨会,我是本次课程的主讲人高清竹。 今天帮助我们设置和管理本次网络研讨会的是朱丽玲老师,我们都任职于MSO,负责Medro在中国的培训和资讯工作。 在我们两个照片中间是MedroMSO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面,我们会定期发布MSO的最新课程安排,以及常见的问题解答,建议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本次课程内容讲解大约一个半小时,课程讲解结束以后会集中为大家解答问题。 大家可以使用页面上的问语答功能进行提问,需要注意的是,MedroMSO不提供任何具体的编码建议,请大家不要问如何编码这类问题。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图片是如何下载网络培训证书,在开始的时候,朱老师已经为大家简单的介绍过。 这里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如果我们是跟同事一起看直播,却没有用自己的邮箱注册呢,是不能获得证书的。 观看回放也不能获得证书。 我们课程结束两天以后呢,大家再去自助服务工具里下载证书。 那今天是周二,周五的话,大家可以尝试登陆自助服务工具来下载我们的这个培训证书。 我们的网络培训课程呢,会定期更新在这个Medro的官网上,打开Medro的主页,上面的菜单栏可以找到training,在training下面有一个下拉菜单, 点击下拉菜单中的training materials,我们就可以看到往期的这个视频和课件了。 在这个页面上,我用黄色标记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到,连接到这个腾讯视频。 因为我们为了方便大家去观看回放,已经把往期的课程呢,放到这个腾讯,上传到腾讯视频中了。 在腾讯视频里,我们输入这个Medro,然后关注一下这个这个Medro,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前的课程了。 那现在这个页面呢,是提示大家如何进行提问。 在会议进行中,您可以随时使用我们这个页面上的问与答案功能进行提问。 所有问题将会在最后的环节统一回答。 那如果时间来不及,没有办法回答大家的全部问题呢,我也会通过邮件的形式来回复大家的提问。 参加今天我们这个培训课程的同学们应该是刚刚接触Medro的,所以呢,可能有人还不太,不知道我们是有这样中国用户的微信群的。 如果还没有在群里面的同学想加入的话,可以把姓名MedroID或者机构名称发送到msofhelp at medro.op的这个邮箱,然后标注一下要申请加入Medro的用户微信群。 那下面是一个投票的方式,我们可以用这个手机扫描二维码是比较简单的,做一个两个投票。 在我们正式讲课之前,我们先做两个投票。 刚才没有来得及扫描,二维码也没有关系,我们在这个页面的左上角,这个二维码也是我们的一个投票方式,可以直接扫描。 那第一个问题是,您现在在哪里? 为什么第一个问题先放到这个呢? 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网络直播课程呢,是看不到大家的,只能我自己在说。 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可以能够看到,各位同学是这个,还是积极主动的在参与我们这个课程。 现在已经有人开始点了,多数都集中在这个北京,上海,北上广这边。 有一个点到新疆外面去了,每次参加课程都是在北上广多一些,东三省就少一些。 东三省基本没有,大家也可以猜一下,通过我的口音看看我是哪里人。 我在老家呢,基本上所有人都认为我们说的普通话都是最标准的,最标准的。 只有其他地方的人可能会认为我们这个口音会比较重,我来自于中国的最北端,黑龙江省。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普通话还比较标准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聊天窗口扣衣互动一下,看看大家对我的这个,是不是还带着一些浓重的东北口音。 好,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看第二题啊。 您所在的组织机构属于哪种类型? 还没有来得及扫描的吧,扫描投票的同学可以扫描我们这个左上角的这个二维码。 小音乐器。 the one 啊,这根题是可能是卡住了,刷新一下。 这根题是可能是卡住了,刷新一下。 我们这个投票可能是出现了一点问题 卡住了 没有关系 主要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来了解一下大家 现在都出于是来自于哪个 哪种是来自于药体 还是我们的CRO还是医療 那就我自己来说 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我的主要的工作是在外企工作 一直在做医学编码 后来的话后面两年 在我们的这个中国本土CRO公司进行工作 过去的这些12年里 一直都在做这个医学编码 我们开始我们的这个课程 在开始之前我们要了解一下 这个MEDRO和ICH的关系 ICH全称是人用药品技术 要求国际协调理事会 MEDRO它是由ICH发起的 那么MSO的全称是MEDRO Maintainment and Support Services Organization MEDRO的维护和支持服务组织 那由MSO来负责这个MEDRO的一些维护工作 那MEDRO的工作呢 是由ICH里面的这个MEDRO管理委员会来监管的 那这个管理委员会呢 它是由ICH的成员 还有英国调监机构 加拿大调监管机构 以及WHO等等这些成员组成 那这张呢 是我们的这个ICH的免责声明和版权公告 第一点呢 它说的是这个版权公告 意思是说 其实这些文档我们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大家可以去下载 可以去改写 可以去修订 但是要注意的是呢 我们需要区别或者以其他方式识别出对原始文档 或者在原始文档基础上做出的变更 你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方式 能让别人识别出来 不能使人产生这个原始文件的改写修订 或者翻译的是经过ICH认可 或者用ICH发起的这个印象 第二条呢 是本文档按原样提供 该部做出任何类型的保障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使用这个文档的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呢 ICH是负责任的 第三条呢 是关于第三方文档的授权 如果我们的这个文件中有第三方文 来自于第三方的文件 那MSO呢 也是获得了这个第三方的一个许可的 但是如果我们用户想去直接使用的话呢 是要从这个第三方机构来获得授权的 才可以直接使用 那今天课程的一个主要内容呢 会为大家介绍Metro的一个背景现况 它的一个范围结构和特征 以及Metro的维护方式 它的一些工具 简单的介绍几个编码原则 还有我们的这个SMQ 那今天的课程的主要目的呢 是希望大家从一个宏观的角度 能够对Metro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知道Metro它是什么 有哪些功能 可以怎么去做 只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给大家一个简要的介绍 如果我们对里面的某一点还特别感兴趣的话 希望大家去网上去报我们的后面几节课程 Metro编码和编码进阶 以及后面的数据分析和SMQ的课程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Metro Metro的全称是 Medical Dictionary for Regulatory Activities 这个全称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它的中文名字叫做监管活动 医学词典 那看到这个词典的时候 我们第一反应可能是 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道兰师医学词典 或者新华词典 当我们遇到这个不清楚的概念的时候 翻一翻词典 就能给我们答疑解惑 或者我们想要答案 比如说我想知道这个系统性红白狼窗 我翻一翻这个医学词典 道兰师医学词典 它会告诉我这个疾病是什么 我翻一翻 有一个字不认识了 我翻一翻新华词典 词典里面也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 但是监管活动医学词典 词典非比词典 那这个里面是没有具体的概念描述的 没有这个关于这个具体词条 它是什么意思 没有这种内容的 它是一个术语级 里面是一条一条的单独的一个术语 所以我们叫做它是一个国际医学术语级 国际医学术语级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需要这样的一个国际医学术语级呢 在没有卖语级之前呢 各个国家它都有自己比较喜欢使用的数据啊 比如说ICD或Art Costa 这样的话有一个问题啊 当国际间不同的国家要进行数据交换 或者是说你这个要要到别的国家上市的时候 这个数据的提交呢就会比较麻烦了 你要重新把你的这个数据器一个翻译 那么这样就会耗费很多时间啊 而且浪费很多呃人力和精力啊 后来ICH就发起了 我们就呃发起然后 开发了Metro这样的一个词典 所以Metro它是谁在使用呢 它是供监管机构和受监管的生物制药行业来使用 那么从上市前到上市后的整个监管过程呢 都是可以使用Metro的 它可以用于数据的录入 检索评价和展示 那么这里面的录入呢 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哈 在比如说临床试验阶段 我们这个数据录到数据库里面 那这个录入呢 也包含了我们这个编码的过程 那什么这个编码 简单的说用一句话来描述 就是将原始报告信息 转化为标准化数据的这个过程 叫做编码 医学编码 所以说这个Metro的目的是什么 是通过标准化我们这个原始的数据呢 促进我们国家之间呢 这个形成的信息交流 那么它是呃 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它是呃 用于这个产品评价呀 监测交流 电子记录交换 以及监督管的这个重要工具 那么它可以用于哪些人用一呃 人用的医学产品上呢 可以包括药品 生物制品 疫苗 器械等等 都可以用于你的这个Metro 那现在呢 再简单的介绍一下Metro的管理架构 在最开始那个片子上 已经给大家呃 讲了一些Metro和ICH的关系哈 先们再呃 再重复一下是这个Metro和ICH的关系 在这个ICH里面 有一个Metro管理委员会 他来监督这个呃 Metro的这个所有的活动啊 那这个管理委员会和Metro有什么关系呢 那通过上面的那个呃 讲解呢 我们知道这个Metro他归ICH所有啊 就好像这个ICH呢 像一个家长啊 然后呢Metro是他的一个孩子 那这个孩子长大了 这个ICH觉得我管不了了 需要把它委托给一个呃 怎么说 我们上小孩送到学校去 没有人接放学了哈 要送到那个托管班 要找人去托管一下 那叫他会找一个嗯 托管机构 那这个托管机构叫什么 叫MSO 来对这个Metro进行一个全方面的维护和管理 那么这个管理委员会和MSO 他呃 他会经常的会有一些定期的会面啊 定期碰面 主要呃主要的工作人员呢 要一起开会去讨论一下 我们这个Metro的订阅费用啊 所以说这个订阅费用呢 是由谁批准的啊 是由ICH批准的啊 并不是由MSO来来来来定价格的 那么这个Metro管理委员会呢 也会负责审批这个Metro的开发计划 以及服务内容 也就是说Metro为我们用户提供哪些服务呢 也是由ICH来审批的 然后这个成员呢 刚才已经跟大家介绍过 他是来自于ICH成员国 然后很多国家监管机构 行业协会啊 来组成我们这个ICH的Metro管理委员会 那Metro和MSO呢 MSO呢 既然是他的一个托管者呢 他也就负责这个术语的 这个Metro术语的一个开发工作 包括对全球用户的一个支持服务 那Metro现在在很多国家都有工作人员 基本上可以满足我们各个时区的用户呢 对于这个Metro的需求啊 他的管理呢 是受到Metro管理委员会的监管的 那么MSO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呢 就是提供教学服务 也就是为我们用户呢 免费提供一些教学 就比如说今天我们的这个网络 网络研讨会 那也是希望我们的用户能够 更好的去了解Metro 如何知道Metro的如何使用啊 那还有一个机构叫JMO JMO呢 是在位于日本的这个维护机构 它专门负责日本版的Metro的维护 那和MSO呢 是合作伙伴的一个关系 那Metro可以用在哪里 我们看这张图片哈 从临床一期到上市后这个四期 这个整个的这个监管过程呢 是都可以用到Metro的 那在最前面有一个哈 Pre-clinical testing 临床前到动物实验 那么这个阶段是用用什么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因为确实我没有做过这个 这部分内容哈 也不知道这个 Pre-clinical testing可以用什么词典 那如果我们有哪位同学知道的话 可以打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区 可以把这个信息也分享给大家 那么在这个整个这个监管过程中哈 Metro可以用于用在哪 具体用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可以用在监管机构和企业的数据库 各类安全性报告和安全性总结 临床研究报告 研究者手册 公司核心安全性信息 上市申请 出版物 处方信息和广告 那么广告啊 中国是没有处方药广告的 那在国外的话 如果这个处方药要做广告 里面的这些不良反应 使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Metro数 那下面我们了解一下 Metro的范围 结构和特征 那这个是一个Metro的范围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下哈 因为之前会总会听到有人说 其实这个Metro 没有什么用啊 解决不了的问题 解决不了我的这个工作中的问题 那不是Metro解决不了 因为Metro它 它是有自己的一个适用范围的 并不是所有情况 它都可以解决 所以如果你的情况是符合我们这个适用范围 Metro当然是可以使用的是吧 那我们先看一下 它不能使用在哪里 首先啊 Metro它不是一个药物词典 如果我们要编码药物的话 可以使用WhoDrag Dictionary 或者是其他的药物词典啊 目前在我的知识范围内 能够只知道这个WhoDrag Dictionary 但是呢 虽然不能编码药物的话 我们是可以编码一些药物的一些 一些不良反应啊 这里面是有的 Metro呢 不是一个设备器械诊断产品的词典啊 Metro里面也没有人口学信息 但是说如果这个人口学信息 它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临床 临床概念的话 我们还是有的 比如说这个乳腺癌 男性乳腺癌 那这个就比较重要了啊 男性乳腺癌在Metro里是一个单独体体 那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牺牲儿 还有孕妇怀孕 那这种情况呢 这个是都会包含的 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啊 是这个所以呢 我们Metro里是有这样的一个人口学信息的 那他没有临床实验设计相关数 也不包括什么随机双盲啊 这种临床实验设计数 Metro呢 没有频率限定词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呕吐 发生了一次 两次 三次 我不管这个呕吐发生了几次 哪怕发生了十次啊 这个对于Metro来说都是一样的 变码完了结果就是呕吐啊 那如果说我们对这个呃 次数特别的看重的话 那我们需要做的是呃 在这个找一个自己找一个呃 一个一个点位去记录这个次数哈 再一个就是严重程度描述词呢 在Metro里是不涵盖的啊 不在Metro的范围里 那最常见的是我们这个呃 肿瘤的肿瘤项目 比如说比较关注这个癌症的进展 癌症的恶化啊 那这个信息可能呃 有的用户觉得哎呀非常重要 那再对于Metro来说 这个我们是不能涵盖这种严重程度的 这个编码的 如果说我们觉得非常的 这个信息非常重要 也是需要自己去找一个点位去 去记录这样的一个信息的 那他呃 Metro里面呢 也不能去呃 也没有这个检查的定量结果啊 定量结果什么具体数值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嗯 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国家 或者是不同的实验室 他可能使用的这个正常值范围 他是不一样的 会有些差别的 呃 这样的话做出的检验结果呢 他就不是一个统一性的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呃 同样的样本在不同的地方做 他可能这个检查检测结果 他也会有一些偏差 再一个就是说呃 使用单位也不一样 所以说 我们是没有一个定量的结果的啊 但是什么可以呢 定性结果 他是可以的 比如说这个检查是一个身高降低 呃 阴性 阳性 那这种检查结果是可以编码的 那现在我们来再具体的看一下 这个蓝色圆圈里面的哈 Metro可以涵盖的范围 他包括医学状况 痴婴症 检查的名称 检查的这种定性的结果 手术 急疗操作 病史 社会史 家族史 那以上这种情况呢 都是跟人有关系的哈 这个是大家最好 可以牢记在心里面的 那后面还有一些情况 比如说用药错误 产品质量问题 气血相关问题 产品使用问题 药物遗传学问题 独理学问题 和标准分析查询 SMQ 那这些呢都是人办手的范围 下面我们看一下 Metro的结构 那我们 如果是刚刚接触 Metro的话 我们需要 老提一下 下面这个 这个结构 这个图片哈 它是一个五层结构 别人一问你 Metro几层结构 那它是一个五层结构 从上往下呢 是分支 分类是越来越细的 数量也是越来越多的 第一层呢 叫做系统器官分类 System Organ Class 形称SOC 那目前呢 我们有27个SOC 那再往下呢 叫高位族语 High Level Group Term 简称HLG题 那再往下是 高位语 High Level Term 简称HLT 那再往下是PT PT层 叫做这个 Prefer Term 首选语 那首选语 它是一个 医学概念层 每一个PT呢 都是一个独立的 医学概念 那我们在做统计分析的时候呢 使用的也是这个PT层级啊 最后一层叫第一位语 Lawes Level Term LT 那LT是编码层级 我们在做编码的时候 要从LT里面去选择 那之前有的人会来问 那我编码的时候选PT层 可不可以 反正对分析也没有影响 那这个如果我们是编码的话 我们记住还是要从LT层级去选 选择一个最贴近 我们报告数里的一个LT 那这个五层结构 我们可以从右边的这个数量上 就能看到了 它越往下这个数量越多 而且多的到了LT层级 达到了8万多个啊 而且这个分支越来越细 就像大树的一个根一样 越往下面长 它这个这个根的分支就会越细啊 扎的就越深啊 所以它这个结构也是比较复杂的 那这个PT和LT层级呢 这个两个层级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在下一次课程 我们办法编码基础的时候呢 会更加详尽的为大家去解释啊 预知后事如何呢 可以去报下一节课程 那我们现在来简单看一下 这个了解一下SoC 27个SoC啊 系统器官分类 那么既然是系统器官分类 它就包括一些 嗯系统相关的这个SoC 比如说血液及淋巴系统 啊 这个免疫系统 呼吸系统啊 还有一些跟器官相关的啊 比如说心脏器官疾病 眼器官疾病啊 还有一些啊 有各种原因子啊 病因啊 这个这样的一个SoC 比如说啊 线线性家族性已患生疾病 感染的企业类疾病 啊良性恶性及性质不明的肿瘤 那么还有一些SoC呢 是各类检查 社会环境 各种手术及医疗操作 那么大家有时间的时候 可以先对我们这个27个SoC 进行一个大概的了解 知道这个麦州里面 可能会包括哪些内容 那这个是麦州的一个五个层 用具体的一个例子 为大家展示 我们回到浏览器里去看一下 会更加清楚一些啊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桌面浏览器 我们刚才演示的例子呢 在这个里面 心脏器官疾病啊 这个桌面浏览 这是一个桌面浏览器 我们这个左侧的区域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层级结构啊 点开这个SoC 心脏器官类SoC 点开这个加号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 很多个HLGT 所以每一个SoC下面 都可以有一个以上的HLGT啊 高位足语 我们可以看到找到这个HLGT 心率时常疾病 点开前面的加号 点开以后 我们看到每一个HLGT下面 可以有一个以上的HLT 这个心率时常疾病类似的 心率时常类疾病下面呢 有四个HLT 那我们点开这个HLT 心率和极率异常 那么下面有算多个PT啊 那就是也是说 每一个HLT下面 可以有一个以上的PT啊 PT我们再往下看 看这个PT心率时常 这个PT心率时常 下面就很多LT啊 所以P 为什么一个PT下面 有这么多个LT呢 这个我们在下一节课会 为大家详细解释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 注意到这个PT啊 LT啊 还有这个HLT 都会有一些那个颜色 蓝色呀 绿色红色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点开柔软器 上面这个图例 点击这个图例 每一个每种颜色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都会写在这个上面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啊 下节课会更加细致的 为大家讲解 那在这个LT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特殊的LT啊 是红颜色的 它加了一个红框 那么这个LT叫什么 这个叫非线形数 non-currentLT 顾名思义 non-currentLT 非线形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不能再使用到LT了 我们在做编码的时候 不要去选择 这个非线形数 那么为什么不删掉呢 Metro里面是不删除数据的啊 这个它会一直保留在我们的这个词典里面 那是为了就是因为这个Metro 已经实了很多年了啊 很多年 二十多年 我们所有的术语的 虽然过时了 也会 但是会把它留在我们这个词典里面 用于保存我们历史数据 以方便我们随时进行这个检索和分析 那么这些non-currentLT是怎么来的呢 那有一部分哈 是说在整合的时候呢 它就不符合我们Metro的规则 那这一部分在最最开始的时候 就被标注成了这个非线形 那比如说啊 这个在 Huart里面 恶心和呕吐 它是一条数 那么这样呢 这个这个规则就不符合Metro 因为在Metro里面 恶心和呕吐是两个不同的啊 这个概念 所以说 当这个 数据整合的时候 这个 恶心和呕吐 就被直接做成了非线形 我们可以 感兴趣的话 可以回到词典去查一下 看一下 这个恶心和呕吐 它就是一个非线形 那么还有一些呢 是 这个词 它本身 过时了 有歧义 或者是说这个 呕 拼习有错误 那这些数据呢 也会被作为 呃 非线形 那比如说 举个例子啊 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病毒 叫SARS病毒 对吧 冠状病毒 那在那个 2019年的时候 又出了一个 呃 2019年时候 又出了一个新冠病毒 那么这个呃 后来给他一个病毒学的命称 呃 我们这个新冠病毒 又叫什么 SARS COVID 2 对吧 就是二型这个呃 病毒 那为什么他是 还行第二呢 因为他有个老大哈 老大是2013年出来的 他只是个 他是老二 他是2019年才出来的啊 那我们在这个新冠病毒 出来之前呢 可以回到乱七零 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他有一个 有一个LT 叫做SARS病毒检测阳性 那这个是在 我们这个新冠病毒出来之前 有这样的一个LT 可是我们新冠病毒 SARS COVID 2 已经出了以后呢 那这个 这个LT呢 就变得有七零了 因为通过这个LT 字面意思 我看不出来 他是二型的 还是 还是 一型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 一个有七零的词呢 我们就会把它做成一个 非线型的LT 那么有一点要大家 记住就是说 这个非线型呢 只是出现在LT层级 只出现在LT层级 PT以上就没有了 那下面有个特征哈 是每一个 那这个数都有一个 八位数的代码 那这个八位数代码 是以一开头 以一开头代码 那这个代码呢 没有任何意义 它不是一个表达性的代码 什么意思呢 就通过这八位数字 你看不出任何信息 它与我们的身份证号 不一样 那通过这个身份证号 我是看出你来自于 哪个省 哪个市 哪个区 你的出生年约日 这都是可以看出来的 但是这个 Metro代码 它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它只是一个 顺序编号 今天是一号 今天进来的是一号 明天来的就是二号 按照你的顺序 这样从小到大排下去的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个 为什么还要这个代码呢 因为这个代数字代码 它可以满足各种电子递交类型 比如说这个E2B呢 它会需要我们提交一些数字代码 那这个我们 这个八位数字就比较有重要的意义了 那这个八位数代码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是什么呢 因为Metro它的语言是非常多的 Metro的语言非常多 到从2022年到2024年 这几年我们计划呢 是在增加18种 18种语言 那么到时候呢 就Metro里面一共会有32种语言了 那比如说我这个要 除了在我这个国家递交以外 我还想去到其他国家递交 那么我就不需要去重新翻译了 重新翻译了 因为我有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在任何一个语言里 它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只要你通过这个代码 就可以把我已有的数据呢 输出成任何一种我想要的语言 这个就非常的方便了 但是这个代码本身呢 就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这个代码呢 从最开始到现在呢 它是从来没有变过的 不像这个书语本身 可能这个词 毕竟错误 我变一下 这个词层级结构不对了 我变一下 那这个代码呢 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变过的 它最开始被复语成什么代码 它就是什么代码 那下面呢 我们要引出一个比较 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 多轴性数 那什么是多轴性啊 一个医学概念出现在多个SOC中 那这个就叫做多轴性 那比如说我们看一个疾病 比如这个HIV 它可以影响到很多系统 对吧 可以影响到心脏系统啊 就要不就是心脏啊 皮肤 肾脏等等等等 它能累积到啊 累积到多个的系统器官 那所以呢 说我们这一个PT呢 它是可以分布在多个SOC里的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分类方法 进行一个数据的分组和检索 那比如说我想去看这个心脏器官类疾病里的病例 有多少个 我可以直接拿这个SOC去找病例 对吧 那我也可以用 通过这个肾脏器的这个SOC去找 那么 但是同时它也会带来一个问题 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现在哈 我有这样几个病例 编码完了以后呢 我有五个PT 假如说每个PT都有四个SOC 如果我将数据进行全部的输出的时候 我的我会在报告里发现什么 我的数据变成了二十条啊 二十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一个PT 它有多个SOC 这样就会导致我的有一些数 这个数据呢 就会出现这个重复的现象 而且数据量也变大了啊 就不利 那如果病例数少还好 如果病例很多的话 那个数据量就非常的大了 而且数据还一直都在重复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引入了另外一个概念啊 这个概念叫什么 主SOC啊 就是说每一个PT都被指定了一个主SOC 那么其他的SOC 不管它有几个SOC 那么都叫做次SOC 那这样就可以便避免了重复技术 因为我们在用标准化数据输出的时候呢 它就只展示主SOC这一条路径 从LT到主SOC就这一条路径 那这个是标准化的数据输出 就避免了这样的一个重复的重复技术 那有一点是大家需要记住的是什么 用户不能改变预先指定的主SOC啊 这个是呃编码的时候 我们选择LT 那我们这个编码的行为就结束了啊 你的你的就结束了 后面从PT到主SOC呢 这是应该是我们那个系统自动的生成出来的一个报告啊 这是我们标准化数据展示 那如果我们用户觉得这个主SOC分配特别的不缩理 怎么办呢 我们正确的做法呢 是给MSO发变更申请 呃 写出自己的那个呃 就是指出这个 你觉得这个主SOC分配不合理 应该呃 分配哪个哪个哪个SOC 你可以提申请给MSO 那最终呃 要不要改是由MSO来做决定的 但我们用户自己呢 不能说呃 我觉得这个主SOC不好 我要编码到这个次SOC上啊 这个是不可以的 那我们看这个例子哈 这个PT呃 流行性感冒 它的主SOC是感染剂气烦类疾病 次SOC呢 是呼吸胸胸脊疾病 那么为什么在呃 这么这个呃 多个SOC中要指定这个是主SOC呢 它是有一个规律的 还有一个原则的 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呢 我们会在下节课中 为大家进行详细的阐述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Metro的维护 Metro的维护方式哈 我们嗯 是什么样的 MSO是什么 MSO全称是呃 Metro的维护和支持服务组织 对吧嗯 Metro的工作组织来 嗯 维护Metro的 但是哈 呃 这个Metro能够 变得更好 呃 不断的发展 那是离不开我们用户呢 对Metro的维护的啊 因为我们用户每天在工作中 会接触使用到Metro 它是呃 用户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 这个Metro里有些问题的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我们发现问题 那我们发现问题以后怎么办呢 就可以呢 呃 给Metro发这个变更申请啊 变更申请啊 呃 每个机构 每个月最多可以提到100条变更申请 这个100条变更申请呢 指的是呢 针对啊 针对这个英文版的这个呃 就是数量要求100条啊 呃 但如果是我们想提交这个翻译申请 翻译类的变更申请呢 是没有这个呃 数量限制的啊 100条大家觉得多吗 其实还是买多的挺多的 如果一个用户能每个月提交这个 100条变更申请给MISO的话 那这个用户这个月可以 我觉得不用干别的事情了啊 就基本上都是在跟Metro 呃 在Metro这块工作了啊 100条非常多了 那这个变更申请呢 啊 我们在收到以后呢 会MISO会有这个国际医学专家 对他进行一个非常严格的审核 那不管我们这个变更申请 它是通过了 还是不通过 那我们都会给用户一个反馈 那用邮件的形式给一个反馈 那这个变更申请呢 是个两种类型 一个是简单变更 啊 就是对于PT层级和LT层级的 这个变更呢 属于简单变更 一般我们会在7到10公路日 给出答复 那比如说我这个 嗯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说 啊 这个LT的翻译不对 想改翻译啊 这个LT 嗯 和这个PT的位置可能不对啊 想改这个 凡是在这个PT层级以下的啊 都叫简单变更 那么复杂变更是指 PT层级以上的了 比如说它的啊 就是HLGT HLT 以及乃至SOC啊 你觉得有问题啊 提出这个申请 那这都属于复杂变更 那么复杂变更呢 会在每年年中的时候呢 在网站上公开呃 征集大家的意见 然后我们MSO的医学专家会进行一个专门的审核 那这个时间就会比较长了啊 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 说一定要给你啊 在几个工作之内给你回复 因为这个确实属于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啊 变更 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进行一个研究 那Metro每年呢 是更新两次啊 每年的三月和九月去发布 那么三月份发布的版本叫做几点零 比如说今年现在我们是25.0 它每年三月份发布的是复杂 复杂啊 就是这个版本 就是啊 上一就上一个 所有的这个PT层级以上的这个变更呢 会在三月份这个版本发布 那么九月份呢 是几点一 那到今年九月份 我们会发布25.1 那么它是个简单发布 那这个在这个九月份版本中的这个变更呢 只涉及到PT以下的层级 那么所有的翻译版本 所有的翻译版本是在两周后发布 就是三月十五号和九月十五号 那么两周之后啊 就是三月十五号和九月十五号呢 我们就可以去下载我们的中文版了 那我们这个 如何去提交变更申请呢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在线工具 叫WebCR WebCR 我们在这个training 我们有一个教学视频 是专门讲一个专门讲了如何提交这个在线的变更申请 如果我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单独去到Metro的网站上去查找这样一个视频 我们先进入网页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网页版的这个提交变更申请 我看一下 这是一个登录界面 我们要用这个MetroID 这个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的 然后输入密码 这个密码我要输一下 登录WebCR的密码有两种 第一种是普通的登录密码 就是我们在登录网站的时候 登录那个网页版浏览器的时候 那种登录密码 那我们使用这个ID和密码登录的时候 我们只能提交翻译类变更申请 那如果我想提交 针对英文版本的这个变更申请呢 需要使用CRID 那CRID是Change Request ID 它名字起的是一个ID的名字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密码 那这个CRID呢 只能是机构的主要联系人来获取 如果我们只是普通员工的话 是不能去查询这个CRID的 所以说如果想提交 针对英文版的这个变更申请呢 要么你就是联系机构的 只能去联系机构的主要联系人了 由联系人来 这个去来发这样的一个变更申请 那或者是说如果 这个你们公司机构内部呢 对这个密码管理呢 不是那么严格 那罗雷斯人愿意把这个CRID 共享出来给这个公司用户的话 那你拿到这个CRID 也可以直接自己去发这个变更申请 我们登录一下 这是一个webCRID的界面 上面第一条 就是我们要 增加一个CLT 增加新PT 增加新HLT 可以选这个 比如说我选择增加新的PT 就点击这个 上面这个第一行 Purpose的PT 就是说我想新增的PT 那个名字是什么 这个是B天项 require的是B天的 比如说我随便打一个 我要听这个了 这个是B天的 那后面这个呢 就属于选天的 这个选天的 可天可不天 但如果我们想天的话 我们要注意 有一个 有一个 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我想把它放到 心脏类的这个HLT下面 我们不用全输完 你把这个 前面几个单词输入完了以后呢 它就会自动 蹦出来一个下拉列表框 供你选择 这样的是为了避免 避免就是我们 大家在手动打的时候呢 会出现一个错误 或者复制的时候 复制错了 我们随便选一个 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我们手动 手打了 它下午 SOC的就会自动的 蹦出来了 那这个也是 稍等一秒 两秒 等几秒钟 它就会蹦出来 这个下拉的菜单 让我们去选择 那当我们这个HLT选择完以后 这个SOC呢 都是自动的 自动填充了 那这个是可选项 可以去不去选 但是我们在提交变更申请的时候 有效是必须要填的 是什么 这个justification 这个是必须要填的 justification statement is required 是必须要写的 如果我们是提交的是 针对英文版的变更申请 这个位置的 justification 需要用英文写 因为我们的医学专家呢 看不懂中文 如果我们是提交这个翻译类 变更申请 就可以用中文写了 这个理由呢 很有必要 能够帮助我们 那个医学专家 快速去理解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申请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要添加呢 你是怎么考虑的 这个是能够 帮助MSO的医学专家 来理解你的这个 你的要求 那后面这个是attachment 附件 这个附件呢 也是可损的 不必 不是必须添的 但是呢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资料 当然最好啊 把它添加上来 比如说这个pdf文档啊 或者是说教科书 截屏 截图 发上来呢 帮助我们去理解的 可能就我们会节省一份时间啊 好 我们再回到这个主页面 这个下面就是翻译类的变更申请 这个里面要选择你想变更的哪一个 英文术语 比如说我们随便洗一个啊 随便选一个 打个ed嘛 出来了 这个medicode呢 是自动出来的 我要变更那种语言 中文啊 他现在的叫什么 这个现在的这个翻译叫做浮水种 你希望他变成什么 你要把它打打打打 写在这里啊 justification也是 这个理由呢 也是必须要添的啊 这个附件呢 选添 然后点击save就可以了 保存 点击save完了以后呢 他只是一个临时的 并没有发送啊 并没有发送 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太确定的话 还不想提交的话呢 可以先点击save 不点击这个提交 那因为我也可能一次要提交 有好几个 比如我有五个 我一个一个写完以后 我统一一起去点击发送啊 作为一个呃 一个batch一起发送过去啊 那我们看这个菜单来右侧 我们第一项是这个 可以看啊 view submitted change request 去看我自己以前提交过的 变更申请过哪些啊 这可以点击这个 那search measure term 可以看看 呃 查找 measure数语 那下面这个哈 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 search CR history 就是说我们之前啊 我们在发这个变更申请之前 可以去看一看 有没有其他人跟我提交了一个相同的变更申请 那么这个变更申请是被批准了 还是被驳回了 他的理由是什么啊 这个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submitter profile 这个是我们提交变更申请人的这个啊 一些信息 我们需要提前核对一下 因为你要保证里面的邮箱是正确的 呃 我们提交完变更申请以后呢 MSO是通过邮件啊 来反馈这个后续的这个啊 嗯 结论的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去查看自己的邮箱是不是天 呃 填写正确了 我们在线提交完变更申请以后呢 就会马上收到MSO发送一封自动回复邮件 就是确认啊 你的这个变更申请已经收到了 你再耐心等待一下 那等我们这个呃 医学专家审核完毕以后呢 会把这个结论呢 以邮件的形式再发送给你啊 那我们在这个呃 吹令的页面下面呢 有一个instructional video教设视频呢 也有一个就如何提交变更申请 我们可以去随时去看这样的一个教设视频 这个刚才已经讲过 好 那么MSO呢 还有一种维护方式 是什么呢 它是主动维护 什么是主动维护啊 因为我们MSO内部呢 呃 也会定期的去进行一些审查 去审核 如果发现问题呢 会及时的更正 以改进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用户提出的一个综合性变更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呃 用户呢 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没有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变更申请 在线工具 在线这个变更工具来来提交了 他只能去写一个邮件啊 写个邮件发送给这个MSO的咨询台 来并提供自己的一个支持理由啊 这样的是一个综合性的变更 那比如说我们曾经啊 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是用户发现这个Bruce和Condution 他这个术语位置呢 就不太准确 那就给MSO发了一个邮件 那用户会觉得说 呃 用户觉得这个Condution 通常是没有出血的 而Bruce呢 经常是指有出血的 那在他会他发现这个 在之前在麦座里面 这个Bruce有的时候是在PT Condution下面 有的时候又会列入到PT呢 哈马通法下面 血种下面 那么用户就觉得这个Bruce 呃在PT的分布上保持一致呢 更有利于我们这个安全性信号的分析 因此他提交了一个这种 写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变更的一个呃 一个申请 那么MSO审核以后呢 也会发现这几个术语呢 在麦座中的位置 如果统一一下 可能更有利于编码和我们的数据分析 所以呢 在用户提出申请以后呢 对64个数据做出了调整 那就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结果 那对于这种啊 综合性用户提出这种复杂的综合性变更呢 我们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限制 说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去完成的 因为这种这种审核通常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呢呃如果不是说特别特别复杂的一个变更的 还是要建议大家去使用常规的这个变更申请读程 使用我们的webcr呢去进行一个呃变更申请提交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medro的工具啊 medro的工具的主要是这个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medro的浏览器啊 medro有三种浏览器 一种叫移动端浏览器 就mobile medro browser 它可以用在手机或者平板上面啊 因为今天我们就不方便去演示这个手机浏览器了 手机浏览器的功能呢 跟我们这个呃桌面浏览器是差相似的哈 只是有一些嗯 比如说上传文档啊下载文件就继续做不了 那我们如果只是说想查个词 随时随地在地铁上公交上想查一个词 用手机查还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们最经常使用的话是一个桌面浏览器和网列版浏览器啊 他们共同的特征是都需要medro的ID和密码 那么都可以去搜索medro术语 编码的时候呢 需要用medro浏览器 那我们呃去查smq的时候也需要用浏览器 这个smq是什么呢 我们稍微进行一个介绍 那么这个浏览器都支持medro的所有语言 而且呢我可以更换它界面的这个语言 比如说我是呃习惯于看中文 我就把我的界面设计成中文 那么还可以将搜索结果和研究收集导出至本地文件 什么是研究收集啊 research bin 这个我们在后期的课程啊 数据分析和smq中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演示和讲解 这个research bin是怎么用的啊 那这个搜索结果就是我在 比如说我在编码的时候 来要搜一些结果出来 那这个结果是可以导出到我们的本地文件的 那这个啊 中边浏览器和网页版浏览器 它的功能呢都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网页版浏览器呢有一个啊 它自己的特有的一个功能啊 叫做补充术语界面 我们看一下 稍后等一下 这个是网页版浏览器正在登录啊 这我们先看一下桌面浏览器 桌面浏览器 我们有之前有用户问我 哎我怎么调这个界面语言呢 我们点开文件啊 设置选项 我们的界面语言可以选择中文 那Metro浏览器呢 是支持同时显示三种语言啊 我那只认识两种语言 所以我就是中文和英文啊 当然我们如果有用户还认识韩语啊 或者是任何人家可以都可以在里面选啊 但是你要选择这个语言的时候呢 一定是要把那个语言的那个呃 词典的数据包先导入到这个呃词典里面 而不先导入到这个浏览器里 我们才能去选择语言啊 好我们已经打开这个进入到这个桌面浏览器了 什么叫做充数语界面 这有个补充数语 就是说啊 我们用户不是每天 经常在这个呃 提到变革申请吗 如果你这个变革申请通过了 是不是要在下一个版本加入呢 那这个下一个版本呃 是要在三月和九月才发布 那在这个发布之前呢 如果你的术语已经被批准加入到下一个版本了 我们是可以在补充数语界面里去查到这样一个词的 呃 但是呢 因为它是还没有发布的版本 所以它只有英语啊 只有英语 所以我们叫补充英文术语啊 这个界面 它上面是个粉红色的 就提示我们 我们正在看查看的是一个补充数语界面 那这个 也是说这个补充数语界面 也是包包含那个卖着所有的数语的 不是说只包含这个补充数语 哦 比如我再搜一个啊 看一下 往上有点慢 在这个 嗯 补充数语界面 呃 想查看这个补充数语的话呢 你必须知道啊 需要知道你这个 嗯 这个词 哪些词要被新加入了 因为它并不会主动在这个界面里 它并不会主动的往外蹦啊 我这个词是下一个版本要加过来的 那只能是说你自己主动去搜 比如说我搜这个 COVID 我想看看这个新冠病毒在下一个版本里 有没有什么新增的词啊 哎 这有一个你看COVID-19 rebound 它是一个绿色矿 绿色虚线矿 那这样有这个绿色虚线矿的词呢 就表示我们会在25.1版本里会正式发布的一个ILT数语 啊 但现在它只有英文的 还没有中文 等它发布以后呢 它就会 才会配它这个翻译 各种语言的翻译才会配上来 那在浏览器里我们可以上传文件是什么 这个SMQ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文件上传上去 做一些简单的SMQ分析 还有层级结构分析呢 也可以去上传自己的文件啊 具体的操作方法 我们会在后面的两个课程中会进行介绍 那么这个导出做的结果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还要导出那个 水种 这个比较多 823条结果 我们可以选择导出 你点击这个导出这两个词呢 这个823条结果就会全部导出到我的本地了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 好 我觉得因为这个数量比较大 我先不等了 我们看回到片子上 嗯桌面浏览器还有一些高级搜索功能 可以看一下啊 完了我这个是种 失误了 选择这个量比较大到处导致我这个桌面砍死机了 好 那 那我就在这里面说一下啊 他有一些高级搜索功能 比如看这个啊 有个叫 放大一下啊 真的高级搜索啊 就是说他会有限定一些条件 比如说我要把我的关键词拆开 我是包含是呃开始用什么就是呃开始是什么什么词 结尾是什么词或者是完全匹配啊 又包含的一些条件啊 或者还有一些条件啊 这种这种高级搜索功能 但是对于我自己而言哈 我工作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用高级搜索 我觉得好麻烦 我只是用这个基本搜索啊 因为基本搜索你输入的关键词越少 你的检索结果就会越多 那我在搜索完了以后 我会将我的搜索结果全部去看一遍 我去看一看这个麦克里面包含我这个啊 比如说包含水种的这个LT有多少个 他都是什么样子的啊 我会有一个大概的去看一下 如果每一次啊 我都去看每一次都去看这个LT 那么时间长了 你就会慢慢的就能记住这些LT了 对麦克里面的一个结构啊 你就会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了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经验 来分享给大家 我们看一下 准备浏览器啊 已经 稍后再演示啊 那个准备浏览器卡住了 我们第二个工具叫什么 麦克里面的这个啊 版本分析工具啊 这个工具也非常有用处 它也是一个线上工具 对我们用户也是免费的 这个版本分析工具可以做什么呢 它可以生成版本报告啊 就是说任意两个版本 我都可以进行去对比 比如说我现在是25.0 我就要跟20.0进行对比 没问题都可以的 我们只要到登物这个在线工具 就可以导出这个版本报告了 那么我还可以去做这个数据影响报告 什么呢 就是说啊 当我版本更新以后 这个更新完的Metro 对我自己的数据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可以把我的数据呢 按照这个Metro要求的格式呢 做成它那个格式这个文件 然后上传的网站上去运行这个数据影响报告 我看一看这个新更新的版本 对我自己的数据造成哪些影响 再一个是搜索数据变更 那么什么意思呢 不是说这个搜索数据变更 不是我们刚才说的变更申请那个样子啊 而是说我在这个案发的这个工具里面 能查到任意一个Metro术语 它从加入到Metro这个术语以来到现在 这段时间里 它都发生过哪些变更 我看一下 这个已经导出了 对这个是这个已经呈现出来的导出 我们这个导出数据的时候 可以选择同时导出次SOC啊 点击导出就可以了 我看一下Metro这个工具 这个已经进来了 登录它这个主页 我们可以选择它的首选语言 右侧有一个首选语言 中文英文啊 都可以的啊 自己去设置 然后用什么版本 是发布版本 还是补充术语 就是说啊 我不仅可以对比已经发布的版本 我还可以用这个Metro这个工具去看一看 下一个啊 马上即将发布这个版本 对我数据有哪些影响 这都是可以的啊 然后这个语言 比如说我想对比中文 你可以选中文 起始版本 起始版本一定要小于结束版本啊 这个可以任意选择去进行一个对比 我要不要纳入菜SOC 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然后点击运行版本报告就可以了 我这里就先不点击了 我们后面会有专门的这个啊 我们有这个网络讨论会 以及或者是我们这个教育视频都有啊 演示如何使用我们unvete 然后我们看一下搜索数语变更这个功能 比如说我们有英文啊 比如刚才我们看到那个condition 搜索啊 他搜索一会儿 condition 看查看变更历史 所有包含 condition的这个术语啊 都会在这里 我们都可以查看他的这个变更历史 有很多 已经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condition从版本3.3 它是什么位置 他这个在4.1 所有这个到目前为止 他在哪一个版本里发生过哪些变更 都会呈现在我们这个网站上 所以这个功能还是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这个版本分析报告的那个一个表头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版本分析报告都有哪些内容可以有新增到 LT有哪些 C等等PT有哪些 哪些升级了 哪些降级了 升级降级是指什么 LT变成PT就升级 PT变成LT就降级 LT牵制不同的PT 这些等等等等 我们都可以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自己一个月去看一下 下面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卖主资助服务工具 英文叫Self Service Application 英文缩写是SSA 那这个工具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进去网页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SSA 自助服工具 我们如果忘记MetroID了怎么办 要不要去发邮件 不用的 我们这个如果能使用自助服工具的话 在账户密码这个栏下面可以查询ID 查询Metro密码 那主要联系人还可以查询结压缩密码和CNID 那么定位状态 我可以查我自己的定位状态 也可以查我的合作方的定位状态 那我不知道我们 如果我想我一个普通的 普通的这个员工 想去发这个复杂的变更申请 我要找联系人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定位联系人来查询 这个联系人的详情 那我们下载培训证书呢 是在培训这个下面有个获取培训证书 那我忘记参会链接了 我今天开会 忘记链接 那我可以获取参会链接 这个工具还是非常的有用处的 下面给大家讲的是一个编码的编码 一些简单的编码规则 那什么是编码规则 编码规则肯定是写下来的 写下来的一个指南 书面的指南和什么原则 就告诉我的用户 我编码该怎么做 你要按照这个来做 这是编码规则 那有这个编码规则里以后呢 就是说不同国家的人啊 或者是说同一不同的机构 那么针对同样的这一个啊 一个类似的或者同样这种报告信息的话 我都会做出同样的一个编码 编码一个结果 这样呢 可以保证在全世界范围 都有一个编码的一致性啊 那这个编码规则 可以包括哪些内容呢 最常见的是批写错误啊 缩写啊 简称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归在我 这个自己的编码规则里规定 如果是特别明显的评写错误 我要不要发query 还是说我编码员直接把它改过来 那这个怎么做 是query让 让sit去改词 改成正确词 还是说编码员看了如此明显的错误 直接给他编码成正确的结果呢 那这个怎么做呢 是要把它写下来的 叫做编码规则 那再一个就是说 组合词怎么做 怎么怎么怎么弄啊 你有用有关系的词 我怎么处理啊 组合词我是把它拆词呢 还是说在某种情况下 我怎么怎么选择什么样的复合词呢 那这个都是一个属于编码规则 要把它记录下来的 那或者是还有一种情况 叫做有些词需不需要发质疑啊 比如说胸痛太常见了 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 因为胸痛它是一个LT 那么它的病因不同 它的PT可能就会有不同 比如说心圆性胸痛 它的PT是心圆性胸痛 那SOC呢是 SOC应该是那个心脏器官类疾病 那非心圆性胸痛 它的PT也是 PT忘记了啊 不好意思 但它非心圆性胸痛的SOC呢 就是应该是一个 general disorder 就是一个 这个中文忘记了 总说英语 忘记general disorder 看一下什么啊 全身性疾病和给奥布韦的各种反应啊 general disorder 全身性疾病 及给奥布韦的各种反应 所以说这个胸痛 它的原因不一样 它的PT就不一样 SOC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在编码规则里写清楚 遇到这样的一个报告信息 我要不要发query啊 这就是我们一个编码规则 那为什么要做编码规则呢 为什么要做编码规则呢 因为 怎么说呢 因为Metal它的词啊 是很多很多的 跟旧术语相比 尤其比如说跟呼二的相比 它的Metal的术语要多的多了 而且对于这个一种情况的细化 是有很多种情况的 那我们编码员呢 它每个编码员呢 它的背景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是学医的 有的人是学药的 有的人在临床工作过 那么每一个人对同一种情况的理解 它就可能会产生偏差 如果我们不设定一个编码规则 那么不同的人就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 所以我们要统一这个编码的一致性 提高编码的结果的这个一致性和准确性 就要去设定一个编码规则 那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胸痛 那比如说这个人 这个编码员 他以前做过这个心脏课的医生 他看到胸痛以后 他会想的非常的多 哎呦 到底是什么来源呢 怎么怎么样呢 他可能就会要去发query 或者是他更觉得 这个胸痛以我的经验 更多的是一个西元性胸痛 他可能就会倾向于这样的LT 那如果编码员他是个学药的 或者他是 生活技术的 他没有这样方面经验 他就他可能就直接编码胸痛了 那么这样的话 在同一个公司内部 不同的编码员 他产生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啊 那你更不要说在啊 不同的公司或不同的国家 那我们编码就会变得很乱了 是不是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用这个Metro编码 就是为了提供他的标准化 一致性 那通过这个编码规则 来达到一个一个编码的一个准确性和一致性 那更有利于我们这个数据的安全性的分析 那有人会说以后都有自动编码工具了 为什么还要用这个编码员呢 我机器就可以替代了 就不需要你的编码规则了 我给机器设定一个规则 机器就可以做了 这个是非常理想的 人工智能载智能 他不能代替人脑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这个人是 就是说在目前情况下来说 这个人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 那之前我在公司 就是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 我每天都觉得我这个手动编码 好多好多次 怎么这么多次 这个自动编码 为什么不帮我 可是当我真的去打开我的后台数据 出这个报告的时候 我发现自动编码的量 要远远多于我人工编码量 所以这个自动编码工具真的很有用处 但是它不能替代我们的 人工的一个编码 所以我们要设定一个编码规则 要保证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 针对同一个报告 给出同样的一个编码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要需要编码规则 那么怎么去写这个编码规则呀 用户肯定会觉得 好难啊 是吧 那MSO ICH呢就为这个用户提供了一份编码指南文档 叫Metro数据选择考虑要点文档 英文就是Metro Term Selection Points to Consider 简称PTC文档 这个文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文档 ICH提供了这样一个文档的目的 就是说为了我们这个行业 或者监管工作提供这个数据选择 提高我们数据选择结果的 这个准确性和一致性 促进我们数据的共享和交流 那么我们各个机构 在制定自己的编码规则的时候 要以这个PTC文档为基础 你的原则不能违背我们 ICH的这个PTC文档 一定要与它一致 但是你可以在这个 PTC文档的基础上进行一个细化 因为我们这个Metro数据选择考虑要点文档 它会从一个宏观的角度 给出各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如何编码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所遇到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 对吧 所以我们自己的 我们机构自己 要制定一个更加细化的编码规则 在我们这个数据选择考虑要点文档 基础之上 去细化你自己的一个编码规则 那这个PTC文档呢 它是由ICH管理委员会的一个工作组来开发的 每年三月份更新一次啊 只更新一次 一年更新一次 它的完整版呢 有英文 日文 中文 韩文 西美亚文 俄文 其他语言呢 都是精药版了 我们可以从Metro网站上和GMO网站上去 来下载这个PTC文档 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只是我们编码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一般原则啊 一定要记住非常重要 只选择低位语 始终选择低位语 而且只选择现行低位语 那以后就不要再问 我选择PT是不是也可以呢 虽然说不影响分析 但是我们在编码的过程中呢 还是要选择能够最准确反映出原始报告信息的低位语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脸颊浓腫啊 浓腫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报告以后 要编码了怎么办 肯定要去先去分析它的关键信息是什么 是浓腫对不对 我们回到浏览器里面 浓腫 哎有一个浓腫我看到了 我选择上了 那这个是就结束了吗 不是啊 你的报告里面还有个信息是什么 脸脸颊浓腫对不对 那我梳脸 脸 有吗 没有啊 好没有脸了 那我就编码浓腫对吗 不对的 因为这个脸还有一个同一词是不是 除了脸 脸什么脸面呢 那面部浓腫 面部浓腫的PT是什么 皮下浓腫 而浓腫的PT呢 他就是浓腫 所以PT不一样 他对我们的后期的分析就是不一样的 而这个面部浓腫呢 面部浓腫会更加贴近我们这个报告信息 所以只选择现行的啊 第一位语来编码 那我们在编码的时候呢 要编码所有的报告信息啊 不良反应和不良事件 不管他的这个因果关系 关系是如何的 他只要报告上来了 我作为编码员 我要做的是不遗漏信息 不添加信息 那么怎么说呢 我这个我们要如实的把我所看到的信息再搬运回去啊 这编码 他你不要自己创造啊 就是说我看到什么编码什么 那么根据具体情况 我们就这个器械的相关情况 产品质量问题 用要错误 病史社会史各类检查 适应证都可以进行编码 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为什么要需要编码 这个编码到底是什么样子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报告信息上来了 都跟头痛有关 胖瘦上方头痛 整个头部头痛 头痛疼痛 头部不动性疼痛 非常严重的头痛 头疼 千差万别 如果我们就是用这个原始报告信息去做分析的话 是基本上是很难的 因为这个千差万别 但是我们用Metro编码完了以后呢 他都是头痛 就大大的缩小 就是简化了我们这个分析的一个 能够被我们的这个数据分析提供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方式 一个结果了 左边去看的报告信息非常乱 右边在看编码完的信息 头痛 非不感染 高血压 这就是我们用Metro编码完了以后的一个好处 所以之前会有人说 我为什么要用Metro编码 我不编码一样可以做分析 我拿眼睛看一看就可以了 我为什么要用Metro编码 那是因为你的数据量还会比较小 那你的数据信息的报告上的这个原始报告信息呢 也比较简单 可能我们用眼睛看一看啊 就分析完了 那个医学审核说 我很厉害的 我看看原始报告信息 我就分析完了 统计说 我看一看就可以分析完了 那实际上如果当数据量很大 数据的复杂性很高的话 我们就需要Metro编码 来把我们这种很复杂的 很不标准化的这种术语 转化成标准的医学术语 去进行一个数据的分析和检索 我们数据选择考虑要点啊 这个这是他这个目录啊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目录呢 我们需要去多读一读 最起码你知道我们这个数据选择要点里面 给我们提供了哪些方面的一个指导 第一个是在在有或没有报告体征和症状情况下的 确定诊断和临时诊断 死亡和患者转归 自杀和自我伤害 有矛盾有奇异有含糊的信息的时候怎么编码 组合术语怎么编码 遇到年龄与事件在一起的时候怎么编码 身体部位和事件怎么编码 具体的部位和具体微生物感染的时候如何编码 原始状况发生了变化如何编码 那么认识和哺乳期暴露 还有先进性术肿瘤 医疗操作和各的检查 那这些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需要编码的这个方向 那第二篇呢就是不太常见的啊 不太常见我就不一不一一去念了 大家呢一定要自己去再读一读啊 去了解我们这个数据整个要点里都还有哪些内容 那么 我们一共有几种类型的PTC文档吗 有三种啊 第一种是数据选择考虑要点文档 那么目的是促进编码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那么还有第二种的是数据检索和展示呢 考虑要点文档 它是为了保证数据检索 保证我们数据输出的结果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那么这两种文档的中文版的都有全文版了 而且是每都是一样的 每年三月份发布一次啊 那第三种文档叫做这个考虑要点的伴随文档啊 Medual points to consider companion documents 那这个文档呢只有英文和日文 它并不是每年都更新 而是按需更新的啊 什么时候更新我不知道下一次啊 根据需要去更新 那么这个文档里面还有三个方面啊 三个方面那种重要那种 一个是呢数据质量和用要错误 还有一个是产品质量问题 那么这个伴随文档里 关于这一次这三方面的介绍呢 会更加的详细 还有更多的例子 那如果我们有需要的话 可以去读这个伴随文档 但是目前呢只有英文版啊 英文和日文版 我们还没有中文版 现在我给大家做几个编码练习 大家不用去练之 看我演练啊 主要是想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浏览器怎么使用 这个编码是怎么搜索的啊 比如说看第一个 患者出现上背疼痛 这是一个报告信息 那我们看到以后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要去想 它的一个关键性是什么 疼痛对不对 是哪出现了背部 再具体一点 上面的背部 那我们搜索的时候怎么搜啊 疼痛对吗 疼痛 但是如果是按我的习惯 我不会把疼痛两个字都放里面的 因为疼和痛是同一词 我为了扩大我的检索结果 我只留一个痛 那它是哪儿痛啊 是背痛 对吧 回车搜索一下 我看可以看到有32条检索结果 背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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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般要看最后这个 检索最多的各种背部疼痛 背疼 好像我看到这儿了 我不想再看了 我是不是可以选择背部疼痛呢 PT是背痛 OK也可以嘛 但是我们说编码是要选择最贴近报告数的 它还有个上背部疼痛 是吧 我们尝试要看一下这个上这个位置 能不能再细化了 打上 它有一个上背部疼痛 PT是背痛 那么上背部疼痛是一个最贴近我们这个报告信息的数据 选的这样的一个LT去编码 第二个耳鸣加重 耳鸣加重来说哪个是重点的信息呢 当然是耳鸣 搜索完了 哎耳鸣 是不是可以直接去编码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想想想一下 加重是不是还有呢 可以试一下 耳鸣加重有这样的信息 这个耳鸣加重这个LT呢 会最贴近 比耳鸣要更贴近一些 虽然说他们的PT是一样的 但是LT耳鸣加重会更贴近我的报告信息 那第三个我想讲的这个哈 是一个英文的哈 she was born with an unsubstified nipple abnormality 他出生时就发现有了有不明确类型的乳鸣机型 那如果我们收到的是一个英文报告 该怎么搜呢 那关键信息是什么 nipple abnormality 哎我复制一下哈 把它复制到我的这个浏览器里面 在搜索的时候你的关键词不要放那么多 没有 没有怎么办呢 是不是manually不含这个术语呢 我们要想一想哈 其实不是的 嗯 我们把nipple打进去会发现 有很多的 有一百亿十个搜索结果 那为什么没有这个异常 或这个畸形这个词呢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可以回到啊 医学词典里面去查 这个abnormality它有没有同义词啊 它有啊 它有三个同义词的 叫mormation deformity 我可以用它替换一下 如果manually没有这个词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个替换 比如说deformity 诶 乳头即行 是不是可以呢 是不是可以呢 可能如果我们没有去 在进一步去细化的时候 我觉得诶 好像可以了 但是我们回到原始报告 Singy去看一下 它是什么 它是 它是she was born with she was born 是什么 它出生时 那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高度怀疑它什么 它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 先天性的乳头即行 对吧 可是我们用这个niple deformity 查的时候又没有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这样想一下 我为什么要同时使用英文版和中文版 因为这两个版本 不同元的版本可以支持我去做一个更快速检索 虽然是我这个报告是英文的 但是我可以用中文去检索 它是个乳头 对吧 但是我不打这个头 它是个畸形 还是只有一个 它还有一个breast formation 乳房即行肯定是不行 那这个时候我要再想想了 没有先天性的 为什么呢 那我把这个乳字留着 它明明是个先天性起病 是不是 先天性乳房即行 先天性 然后看哎有一个这个先天性乳头异常 它的英文是什么 congenital niple anomaly 我们看到这个还记得刚才查的词吧 它是abnormality的一个同义词 它的意思也是mark deviation from the normal standard 它是跟正常的形态不一样的 尤其是一种先天性的缺陷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中英文互相辅助的方式 帮自己快速找到一个更加贴近我们原始报告信息的这样的一个lt数 这个先天性乳头异常 这个是更贴近我们这个报告信息的 为什么它没有翻译成机型呢 这是我们的一个为了保证它一个翻译的一个多样性啊 看一下 他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目前是这样的一个翻译 那如果改成先天性乳头异常 以后乳头畸形是不是也可以呢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的啊 所以通过这个例子呢 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做不管做英语编码 还是说中文编码的时候呢 其实中英文是可以在一起辅助的 那我了解到有些用户 他如果是没有这样的这个英文的实验 他只是做这个这个浏览器里只使用中文 但是还是建议我们大家是同时把英文和中文都一起显示在浏览器里面 中英文一起用辅助 我们能够快速找到我们更贴近报告术 有这样的一个编码结果 那当我们这个词 报告细线的词 不能在这个Metro中被检索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去想到替换一下同一词 比如说这个Apdomality的同一词有哪些 有三个 我们可以轮番的去一个一个去试 看看它的结果是什么 那么对于中文也是一样的 这个乳头畸形 乳头异常 我们都可以去看 去检索来扩大我们这个对于这个检索结果 从而去选择一个更贴近于我们报告新的这样一个LT 那下面这个Congestion 我们输入Congestion以后 发现它没有一个合适的书语 它都会跟不同的部位相搭配 比如说大脑 肝 结膜 肺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书语 我们就不要再纠结了 它是一个模糊的 如果只包含了这样 这个信息呢 是不是不过恶信息 我们要去发quare去澄清 你的部位在哪里 是肺啊 还是大脑啊 什么什么的 最后一个 他感染了COVID-19 新冠病毒 然后得了肺炎 这个时候有两个信息 是不是 是一个是 一个是 不会啊 中文 有这样的一个LT 啊 COVID-19 COVID-19 那能选这个吗 我不知道啊 如果不确定的话 哎 我们可以看看 先把这个 再把肺炎打进去 有一个复合词 COVID-19肺炎 那这个是一个更 它是一个组合词 如果当我们卖桌里面 有这个组合词的话 也可以去啊 去优先去选择这样的一个组合词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标准的 Major分析查询 那什么是 SMQ SMQ 它是与特定医学状况 或关注领域相关的 一组数 来自于一个或多个 SOC 也就是说 这个SMQ呢 它是由一组 比如说一组 P 它是由一组PT组成 它可以 比如我就关注低血糖 这个领域 那这个低血糖 这个SMQ 下来就会有 很多很多个PT 它可以来自于哪呢 来自于症状体征 来自于诊断 来自于中和证 查体表 查体发现 实验室和其他检验的数据 那么我们做SMQ的目的是什么 通过这样的一组列表 这样一组PT 来跟我这个数据库的数据 去做比对 来帮助我快速找到 我想要去查找的 这个潜在的定例 SMQ呢 它是由PT层体数据构成的 也包括PT下面 所包含的这个LT 它都会被纳入到 这个SMQ里面去 那怎么去运行这个SMQ 左边我们看 比如说左边是我们的 这个临床试验数据库 安全性这个数据库 它这个数据库 首先一定这个数据 是要被编码完的 不是你的原始数据 一定是编码完后的数据 那编码到不同的LT LT123456789很多很多 那我们这个 要运行这个SMQ呢 有很多PT 以及PT下面所有的LT 那是一个清单列表 那把这两部分清单列表 放在一起去比对 比如说这个 我们看右侧有个LT1 左侧有一个LT1 两边一比对 它两边重了 它的匹配成对 匹配重了 那手拉手走出来 我们看到这个病例被挑出来了 那这个病例呢 是不是我所关注的这个 我所关注的那个病例呢 我们还要对这个 匹配重的这个病例呢 对它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来确定它是不是我 真的是我所关注的那个医学 医学问题啊 那说数据检索与展示呢 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数据考虑选择要点文档的 PTC文档 那目的一样啊 也是为了 行业和监管工作提供这个 有关数据检索和展示的建议啊 为促进这个 检索结果的一致性 那么这个 数据选择考虑要点文档 和这个数据检索和展示考虑要点文档 这两个文档呢 要结合它一起使用 那效果是最好的 同样啊 我们我们各个机构呢 也是需要制定自己的一个 检索规则的 那么也是要 这个我们 IC是提供的这个啊 我们考虑要点文档 以这个为基础 那原则上也是不要违背 它的基本原则的 那我们正式使用的这个SMQ呢 到25.0版本的时候呢 已经有110个正式使用的 一级SMQ 为什么是一级SMQ啊 因为后期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会详细介绍 我们还有一个二级SMQ 三级SMQ啊 我们有一百一十个一级SMQ 我们大概去了解一下哪些 可以看一下它的名字 比如说有这种地细胞缺乏症 还有各种肝病 各种周围实际类疾病 那么比如说这种 还有最新出的这个COVID-19 新冠病毒这个SMQ 还有各种最常用的是这个缺乏疗效和效果 评判我这个药是不是有效果 这个SMQ也是比较常用的啊 大家可以去聊这一下 那么SMQ 它的一些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SMQ啊 它有哪些好处啊 然后喝口水 SMQ它可以应用于多个治疗领域 那么很多 因为我们看到之前前面有多少个 110个SMQ 可以应用于多个治疗领域 那么在SMQ正式发布之前呢 会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验证啊 经过 比如说一些监管机构 或者企业会提供他们的数据库 来验证这个SMQ 来测试这个SMQ的敏感性和特性 是不是好用 然后在每次测试之后呢 都会进行一些调整 所以说SMQ它是经过临床反复验证的 这个SMQ 它也可以反复使用的一种搜索逻辑 那么也就是这个原因哈 SMQ可以促进安全性信息沟通的标准化 保证我们数据检索的一致性 那么已经发布的这个SMQ呢 它是由MSO和JMO来维护的 但是SMQ虽然说已经很多很多了 能用于治疗这个很多领域 它并不能覆盖所有的医学主题 或者是安全先进的议题 那最常见就是我在我的工作中 我所遇到这个问题 现有的SMQ呢 它是不能解决我的问题了 就需要自己去编写分析查询了 那虽然说SMQ呢 它是有很多一些专家 反复研究编写出来的呢 也结果多次测试了 但是我们不能保证 在使用的时候没有问题 就像我们的卖者的术语一样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也会发现它有一些问题 那SMQ一样 在使用的时候 可能就会发现一些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在使用过程中 发现问题了 可以像提交术语变更的 术语的那个变更申请一样 也为SMQ去提交一个 这个SMQ的变更申请 来共同维护这个SMQ 使它变得越来越好 那SMQ可以用在哪里 在这个SMQ呢 它可以对于这个上市前的 临床实验研究呢 如果这个产品正在 临床实验过程中 我对它的这个安全特性 并不是很了解 我不知道这个药 它可能会有带来 哪些安全性问题 那我可以选择几个SMQ 或者用所有的SMQ 去做一个常规性的去筛查 把所有的这个不良时间 去筛查 去发现一些 比较可能潜在的问题 或信号 这个我们在SMQ 那个网络研讨会上 会给大家进行一个 更加细致的演示 那么还有一些产品 它在临床前的动物实验上 就积累出了一些数据 那通过这些数据呢 我可能会发现一些问题 那当我这个药品 在进入了临床实验以后呢 我就可以用过 特定的这个SMQ 来去评估 我之前发现这个问题 是不是还存在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这是我们在 临床实验界的SMQ的一个应用 那么对于上市后呢 上市后的产品呢 我们可以针对可疑的 或者已知的安全性问题 去选择一些特定的SMQ 来做一个检索病例 那么也可以用多个SMQ的 去做一个病例监测 记号监测 以及还可以用某一个 某个SMQ的标准的 在系统里去做一个警示 设定一个标准 当我这个报告 进来的时候 就会发出警告了 我们是不是 你这个病例有一些前段的风险了 你要去审核一下了 那此外呢 在定期报告中呢 也可以用SMQ去做安全性问题的总结啊 比如说这个缺乏疗效 就会经常用于这个安全定期报告中 那这个今天的主要课程内容就到 是给大家讲这个内容 那么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这个网页版的 我们这个网站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网站 刚才说 我们可以去到网站上去下载 我们的文件 在这个主页 How to use下面 这个support documentation 我们可以选择语言 选择中文 考虑了点文档和卖手之下规范 都在这个里面 可以直接下载 不需登录啊 有一个这个downloads 我们都不需要登录 这些文档 大家就可以直接下载了 那在这个how to use下面 有一个change request 如果我们想去登录 这个webcr的话 可以点击这个change request 通过这个去进入 那在这个change request的右侧 可以看到有一些链接 这个proactive proposal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用户提出的复杂性变更 那么都会放到这个 proactive proposal里 我们可以感兴趣的话 去下载去看一下 那么这个链接 是这个submitchange request 点开以后呢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网页版的 这变更设计工具啊 然后我们看这个tools tools有什么 这个unvap在这里 点击这个unvap 我们就进入到了这个 版本分析工具 右侧有一个open的unvap 进到以后 刚才想给大家演示的啊 就可以登录到这种 这个版本分析工具了 然后这个呃 matter self-supplication 是自助服务工具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右上角 这个快捷 呃 这个链接啊 一点击以后呢 就直接进入到这个 自助服务工具里来 非常快的啊 然后training 我们如果想报 后面的课程的话 点击training下面有个schedule 啊 可以选择我们的课程 我们先写的语言 中文啊 课程 比如说 我们要选择 matter coding basis 那可以直接在里面报名 这是matter的一个啊 报名网络 培训报名方式 然后想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instructional video 这个教学视频 那我们做了很多教学视频 放在网站上 帮助大家去随时观看啊 比如说这个如何下载 桌面浏览器啊 还有这个如何下载 这卖手的发布文件啊 如何找到卖手的培训 还有如何去提交 变更申请 如何提交在线申请 如何使用这个自助服务工具啊 这个我们都可以点击 这个中文版啊 都有这个都是有中文了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 往后再看一下 那这个是我们 mso的一个联系方式 那最常用的是这个邮箱 msohelp mso.org 这是一个万能邮箱 大家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给这个邮箱发邮件 中文英文都可以 后面有一些文档的链接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的提问 在看大家的 的问题之前呢 想让大家去扫码 提交一个 请大家帮忙扫码 填写一个课程反馈 扫描这个二维码 扫描以后呢 会出一个界面 我们选择中文 然后呢 选择你所参加的网络研讨会 我们今天呢是什么是Major 如何应用 那么选择我的名字 朱瑞高 大家有任何意见呢 都可以在这个里面反馈 对我个人意见也好 还有就是说 对我们课程的 里面的内容设置都可以 那我们会 结合大家的意见 对我们的课程呢 也做出继续调整 我们先看 我先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啊 看第一个问题啊 实际工作中 我们统计的时候 只能选择主SOC吗 我们在编码的时候 只能选择主SOC 那次SOC有什么用呢 次SOC呢 是用于我们数据分析 和检索的时候去用的 这个 当然统计的时候 是可以统计 这个分析这个次SOC的 那至于怎么用啊 怎么用 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 数据分析和SMQ中 为大家更加详细的介绍 这个次SOC去符合应用 欢迎大家去继续 报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课程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题啊 Metro数据选择考虑要点文档 很详细 3月版50页左右 项目在写医学编码规则时候 需要将PTC的文档内容 都复制进来吗 是不是也不是很合适 是这样的哈 编码规则呢 我们不建议是根据项目 去编写编码规则 那么这个编码规则应该是一个公司层面的 一个公司就一个编码规则 那我不能说这个项目 我写一个 那个项目 我写一个 我再写一个项目特定的编码规则 为什么 这样就是不利于你公司内部的这个编码结果的一致性的统一了 所以我们不要针对项目去写编码规则 那我但是说你是说我看一下啊 稍等一下 项目在写编码规则 那这个编码规则写完之后 你可能要比如说我这个项目要包含哪些文件 那编码规则可能作为其中的一个文件哈 那这个文件应该是怎么说呢 它是一个公司层面的文件 你可以把它放进去 你说我这个 这个这个这些文件里包含一个编码规则 你可以放这种公共的这个编码规则 但是你不要说我某某某项目的一个编码规则 这样就是不太建议这样这样去写啊 然后那个PTC怎么说呢 我们PTC文档非常详细 那我原来的公司的编码规则 确实就是在这个PTC基础上写的编码规则 只是说把我们的PTC呢进行一个更详细的展开啊 所以的编码规则是非常非常厚的 真的是很厚的 那你可以把你在自己去撰写啊 公司内部的编码规则的时候 你可以把那个啊 属于选择考虑的那里面那些公共的部分 你可以删去 那么这个啊 那个具体就是说 如何选择term selection那部分呢 你可以把它留下 对吧 这个你可以进行自己内部调整 那么编码规则确实是需要写的非常的详细 为什么呢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编码员在遇到不同的情况的时候 才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并且一致的选择 是这样的一个建议 我不知道能不能解答您的问题哈 好 第三个 从哪里选择 英文同一词 我们看一下英文同一词 我们这里有一个同一词列表 但这个同一词呢 是啊 看一下 如果把这个语言设置成英文 这个语言是英文的话就会有英文的同一词列表 那这个只是说我们这个浏览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同一词列表 我不知道您说的这个查找英文同一词是是指这个同一词意思吗 或者是说啊 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这里面这个同一词列表是不是呃 呃您问了这个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确实可以从 著名乱乱器这个同一词列表里去查着去查看我们浏览器所还有的一些同一词啊 好的,目前就没有其他问题了 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网络研讨会 希望今天的课程对您都有所帮助 感谢大家